欢迎继续收看《向幸福出发》特别节目 后来的我们 接下来要连线的这位嘉宾叫宋玉杰 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还记得吗 就是又能踢垫子 又骑自行车 又转呼拉圈 啥都要跟我比 对对对对 但如果我们不做特别介绍的话 你很难想象 有着这样行为的一个姑娘 她是一个腿不截肢的人 但是总的来说 比来比去 肯定还是我赢了嘛 这有什么了不起 是不是 我们来回顾一下 当时她录制我们节目时的 一些花絮 大家好 我叫宋丽杰 来自黑龙江一春 现在是在北京一家 电商家具公司上班 平时有这样出门的时候吗 我每天都是这样出门 上班 回家 或者是坐火车 公交都这样 那你穿一个裤子 大家看不出来这样 难道不可以吗 没有 因为我的这个残肢比较短 直白一点 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 我是六岁时候 一个火车的车祸截指的 我骑自行车已经十五六年了 骑自行车十五六年了 对 就是以这样的一种状态骑吗 不是 是一条腿齐 一条腿齐 对 我要把甲值拖下来 那对 你骑车是用一条腿齐 不是因为安了甲值才可以骑自己坐 是吧 就这么方便 这么 这不是咱自己长期的那一辆 这是我们 慢点 慢点 你要看好我们的舞台 我们的舞台是有边的 天哪 了不第啊 太厉害了 他还能打回来 你好 谢谢 对 我们也是希望这样子 通过我们自身 这种阳光自信的这种表现 然后能够激励到 跟我们情况一样的人 你说太对了 来 一 二 三 走 向后转 走 向后转 走 好 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宋丽杰 丽杰 你好 丽杰 你好 丽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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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丽杰好 丽杰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现在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 介绍 介绍一下他 好不好 好的 好的 那坐在我身边这位呢 是我的丈夫 丈夫 就这样好 对 您上一次来的时候 好像还没有这么个情况 就是回去以后 就彻底决定要 要结婚了 差不多吧 我在九月份的时候 今天终于见着你丈夫啥样了 我能不能那么理解 您找对象都是按照那种标准找 就是圆圆的 高高的 王岛的 就是 就那意思吧 就是不是 按您的标准找的 我有点不好意思 我有点不好意思 那个 你们俩 这个有新计划没有啊 推动一下自己生活的 另一种繁荣景象 我们现在在创业 打算 开了一家小店 开了一个什么店呢 做电动工具的一家小店 刚刚开业 那个是在网络销售 还是在这个实体店呢 在门店和网络都有 都有 还在北京吗 我是去年结婚之后嘛 就离开北京了 就回到老家了 现在在我丈夫家这边 浙江宁波 这是追随着先生的这个步伐 对 这个坐在你身边的这个男孩 他的这个身体情况 和您相同呢 还是不同呢 他的身体情况呢 和我是相同的 都是大腿截肢 方向一样吗 都是 方向不一样 不一样 我右腿 他是左腿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您的这个腿的情况是 不停地在换拐杖 你在七岁是吧 我记得是七岁吧 对 是七岁 那个时候我 对 那个七岁 那个时候我刚截肢一年 七岁的时候 截肢以后 你是怎么行走的呢 我七岁截肢之之后呢 一直是煮单拐行走 那个时候就是 从煮木头拐杖 到铝合金的拐杖 不知道煮舌了多少根 从那个童年 到青春期这个阶段 你看到别的女孩子 那样的一种 这个疯跑 哪儿哪儿 想去哪儿去哪儿 那个时候你会不会 选择不好意思见人呢 什么的 有这个阶段吗 曾经也有过这个阶段 但是因为小时候嘛 还是有一些 很多都不懂的 没有理解到以后 对我的生活上 有很大的影响 对 所以那个时候 还是不会太在意的 什么时候开始在意的 然后 就比如有一些时候 是上课肩操的时候 我不能去上 我只能在窗户上面 看他们在下面上 那个我 然后一些运动会项目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 我也不能参加 那个时候会心里头不舒服 这个男孩 是别人介绍的 还是被你给捕捉到的呢 就是怎么认识的呢 当然是我 捕捉到 我们的 捕捉到的 捕捉到 您在哪儿给捕捉到的 我们是在 假之康复中心认识的 都去康复了 对 当时呢 我是因为主管 主了很多年嘛 然后第一次去装假之 在那边训练的时候 比其他人稍微慢了很多 然后就有 然后那个时候 他就 他就劳给你辅导 他就主动上前来指导我 对 跟我们熟悉的过程中 指导着指导着就 开导上你了 指导指导就指导成一家人了 我觉得这几桥段 应该潘先生自己说 对 潘先生 您是怎么发现 眼前出现目标了 啪 就盯上了被你 因为当时也是 听说这个小姑娘 是自己一个人 从黑龙江过来的 我就特别佩服她 然后我们聊了一些 关于假之的问题 然后再聊到一些 彼此的成长经历 我们都是小时候截肢的 然后一直 你们俩很像 你也是 是吧 对 对 我也是小时候车祸截肢的 几岁啊 七岁 跟他差不多的年纪 那太相似了 那这同病相连 是很容易抱头痛哭的 就抱着对方的头哭啊 就 你们俩聊着聊着 会不会也真的就像 那个小说里边说着 这同病相连 有难过的时候 同病相连 但是 对 对 确实有难过 但是没有哭啊 但是有一种找到 天涯沦落人的感觉 都是天涯沦落人 节目播出之后 当时我们这个历劫 还是一个人在北京打拼 就是一个女孩子 在家乡以外的地方打拼 是会有很多不如意 或者说很多心酸的事情 是不是 是的 因为我是当时是13年实习的时候 决定来北京发展 因为那时候从来没有出过黑龙江省嘛 想去外面看一看闯一闯 然后就一个人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 来到这个北京这边 然后当时投地简历的时候嘛 我很担心就是很多企业会因为我这个腿部的残疾 会拒绝我 然后当时确实也是受到了很多 这个白眼和拒绝嘛 但是在最后我决定就是在投地简历的时候 上面写上一句话 就是本人一条腿 但是生活可以完全能够自理 最后呢 我也是如愿地找到了工作 在当时录制的时候嘛 我已经在一家家居公司工作四年多了 当时我的公司的老板和同事 对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很支持 然后后来我去年19年年底结婚了 就离开了北京 然后来到浙江宁国和我的丈夫 一起发展创业 我想问一下这个潘先生 你当爱人录完《向庆福》节目之后 你觉得他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方面的变化呢 变化当然有 而且非常大 真的 他一直和我说 他非常感谢这个平台 给他这个机会让他展示自己 他的视频上有人评论呢 从这个节目看到了他受到了激励 也让他觉得很非常开心 所以说这一次相当于也是全国人民 见证着你们两个的婚姻爱情生活 通过了 希望你们这个手牵起来就能够白头偕老 好不好 祝福你们两位 谢谢主持人 好 接下来考一考潘先生 在这时候我们《向庆福》出发 有一个环节是什么环节呢 接下来 还一边展示 在一展示 差不多 是这个意思 对 叫爱要大声唱出来 往后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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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唱 你俩一起唱啊 那个往后余声 你们俩做了怎样的设想 一起努力创业 一起面对生活 以后我们可能还会遇到很多坎坷和挫折 但是只要一起 一条心嘛 共同去面对 相信我们能克服所有的困难 过好这平淡而充实的一生 你觉得多好 加油 好 我们来听一听两位 连妹宴唱的这首 《往后余声》 好不好 来掌声欢迎 在美风的地方照太阳 在你冷的地方做那样 人世匆匆 你从太天真 往后的余声 我只要你 往后余声 风雪是你 平淡是你 静静也是你 荣华是你 心的温柔是你 目光所致也是你 我说明天真是你 曾经在那里的地方是你